魔鬼的总部 你要了解 有一句话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必须知道魔鬼的总部在那里 他的黑玻璃在那里 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以血气战争 乃是以那自正的 掌权的管辖着 幽汉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战争 常常我们被误解 被误会 魔鬼在地狱里 以为是在地底下 其实魔鬼从来没有在地底下 魔鬼都是在天上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战争 所以他的总部在那里 他的总部在空中 保罗说 撒旦魔鬼是属空中的 一点都没有错 虽然他已经背叛了神 被神逃离天堂的事实 但是他能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 如果你不相信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接下来看你从 叶伯记 叶伯记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七节 是说 有一天 神的众子来 势力在耶和活的面前 撒旦叫什么 撒旦也来在其中 第七节 耶和活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魔鬼已经被上帝抛弃了 他已经被上帝摔 从天堂摔下来了 可是他不是在地面上的 他可以随时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魔鬼呢 在哪里 在哪里 天空 所以你不要误会啊 魔鬼一定在地狱里面 魔鬼的总部在那里 魔鬼总部在天空 然后 魔鬼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 其他的天使没有认出撒旦来 看到没有 你看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活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你看到没有 当所有的天使都来到上帝面前势力的时候呢 魔鬼也来了 为什么天使认不出撒旦魔鬼来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魔鬼也装着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众人 你看上帝的话最准确的 有没有 所以魔鬼的厉害在那里 他可以伪装 魔鬼可以伪装成光明的使者 没有人能够认出他来 谁能认出他来 上帝能认出他来 上帝问撒旦魔鬼 你从哪里来 从哪里去啊 魔鬼说 我去地上走走你回来了 只有上帝能认出魔鬼 所以你看 魔鬼伪装 伪装 然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啊 你就能够明白 创世纪 所以不是创世纪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和十二节这样说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 我都病他基督的权病 现在都来到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十一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即使也不哀惜生命 十二节 所以驻天和驻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吧 只是他以海 第一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事后不多 就气纷纷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从这里经文 我们看到什么 有几样东西你要明白的 撒旦现在在天上做什么 撒旦天天在天上做什么 日夜的控告我们 使到我们常常被定罪 使到我们常常不配 感觉不配 来到三地面前 哇 你看你看你这个人又在犯罪 你看你看 魔鬼在定的罪 让你不配 让你感觉到很委屈 不敢来到上帝面前 这就是魔鬼做的工作 你看你看 你今天又没有读圣经 加加加加圣洁 哇 你就被定罪了 你看你看 你今天忘记祷告 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 你被控告了 魔鬼自业 今天每一天在做什么 自业的控告我们在上帝面前 所以呢 另一句话说 魔鬼就是在天上的控告者 魔鬼在天上啊 天天在天上控告我们 感谢赞美神 圣经跟我们说 耶稣啊 站在 耶稣站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 日夜为我们 祈求 耶稣 为我们祈求 虽然魔鬼控告我们 耶稣为我们祈求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呢 另外一个 另一个事实 我们看到 魔鬼在那里 天上 魔鬼在那里 祝天 原来啊 天上 祝天 都说明了 撒旦的基地 的总部 在天空 同时呢 也说明了了 天 不只是一个天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中国都 中国很有智慧的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很好的 天外有天 原来啊 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天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三节 这样说 他说 我认得一个人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三节 他说 我认得一个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过在肉身我不知道 过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 有第三层天 就是说呢 原来啊 这天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天 不只有一个天 有三个天 有三层天呢 就是一定有第一层和第二层 OK 什么是第一层天呢 第一层天 就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大气层 我们看到天空有云朵 这个叫第一层天 然后第三层天 他说就是在上帝的 上帝的宝座那边 对吗 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 他说 有一个人在基督里被提到第三层上去 只有神知道 就是神的宝座的地方 第三层天呢 就是上帝坐的地方 请问第二层天是什么呢 第二层天就是魔鬼的基地了 第二层天就是魔鬼的总部的所在了 所以呢 这天天空以外的 在宇宙的就是魔鬼的总部的所在 有战畅的僭主 我让这一层天上帝坐的地方 一样的眼泽 谢谢大家